世界上被进播的十个广告设计 一个小操作让国家紧急叫停 背后的原因你绝对想不到 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 要让一个产品广为人知 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一个成功的广告 众多广告商都追求自己的广告 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本期号截指南针 和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 世界上那些被进播的广告到底有多夸张 点击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HTC手机广告 台湾引以为豪的本土手机品牌HTC 由一款型号为U11的手机 品牌方去年在英国推出广告后 本想着会大受欢迎 却不料被英国广告标准委员会 要求在当地停止播放 这个广告请来英国奥运会跳水代表 汤姆代理担任主角 只见他手里拿着U11手机 站上了10公尺高的跳水台 按下压策矿感应后 一边跳水一边自拍 汤姆从泳池起身后 手上还拿着手机 准备检查自拍成果 虽然广告标有警告语 注释上写明了汤姆是专业选手 希望普通民众不要模仿 也列出了U11手机的防水级数 但英国广告标准委员会却表示 这款手机的防水功能 最多只能浸泡在水下一公尺 而且仅限于淡水 汤姆从10公尺跳台跳下 沉下去后 怎么可能不超过一公尺水深呢 更何况 经过化学处理过的泳池水 也不符合淡水标准 这些情况都违反了广告法 因此以广告不实为由 勒令全网下架 荧幕前的朋友们 觉得这个进播广告的理由 能接受吗 第九名 泰写诗被1.2亿民众投诉 一般来说 大部分广告 都是因为违反工序良俗 和内容夸大不实等理由 被禁播的 但是你听说过 有个广告 因为拍得太真实 而被禁播吗 2015年初 日本广告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停播的这则广告 叙述了一名社会新人求职的过程 在现实而残酷的生活中 原本满怀希望的新人 历经希望 失望 甚至绝望的痛苦过程 求职的种种挫折 让他压力大到 没有胃口吃饭 最后在妈妈的料理中 重新获得希望和温暖的能量 继续充满信心的 正面迎接未来的挑战 虽然广告却是很催泪 但是里面反映的关于残酷 现实社会的部分太写实了 让人在感动之余 还唤起了求职时不愉快的回忆 导致很多人投诉 达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还有部分观众看了广告后 表示自己心里不舒服 最后公司为了顺服民意 不得不停播广告 而且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如果不说 你肯定猜不到 这是东京瓦斯的广告 作为日本最大的天然气供货商 他的广告行销风格 多以温馨亲情风格为主 这集妈妈加油篇也是表达 即便受到再大的挫折 家中饭菜总能温暖你的心 却不想过于写食 而被1.2亿民众投诉 第八名 欧炮国奶 在大陆播出的欧炮国奶广告 以魔性洗脑的广告词 让人欲罢不能 而这样一个面对儿童的乐趣广告 为何会被禁播呢 背后的原因 绝对让你惊掉大牙 欧炮国奶是旺旺旗下一款国奶饮料 其广告分为三篇 分别是欧炮国奶亲亲篇 欧炮国奶带动篇 欧炮国奶过饮篇 大陆官方表示 在欧炮国奶过饮篇 涉及违规内容较明显 这个广告的内容 全篇强调和欧炮国奶会上瘾 如广告中儿童演员开篇就说 我瘾来了 我上瘾了 除此之外 广告中还存在这个瘾型 这个瘾号 还有爸爸妈妈陪你一起上瘾等话语 除了上瘾宣传 欧炮国奶亲亲篇和带动篇中 旺旺广告还存在未成年人亲密的场景 有宣扬学生早恋的嫌疑 对于这件事 有不少网友认为 官方是小题大作 纷纷为欧炮国奶喊冤 你是怎么看待这则广告的呢 第七名 百事可乐 众所周知 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 作为可乐界的两大巨头 一直都闹得不可开交 两方公司经常发动广告大战 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客户 2001年 一则有趣的广告上线 百事可乐安排一个小男孩 去自动贩卖机买饮料 他因为按不到购买百事可乐的按钮 于是退而求其次 先垫着脚 去按了可口可乐的按钮 他把两罐可口可乐放在地上 踩在可乐上面 去按最高处百事可乐的按钮 然后头也不回地 拿着百事可乐走了 他的寓意非常明显 在百事可乐的眼里 可口可乐 只不过是一块垫脚石 大众喜欢的还是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本想嘲弄对方 却弄巧成拙 因为涉嫌贬低其他品牌 而惨遭禁波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则广告还是很有创意的 那么屏幕前的 你更喜欢哪种可乐呢 第六名 多乐脆素米片广告 如果说上面的广告 都是小清新 那么下面这则广告 可以称得上是重口味了 你绝对会想外 广告的开头 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坐在椅子上 一边看书 一边吃多乐脆素米片 一个正在跑步的美女 在经过他后 听见清脆的声响 被吸引着停下脚步 也想吃零食 可没想到 包装袋已经空空如也了 而男子的嘴角 还留有素米片的碎渣 就成了美女的目标 这让男人颇为激动 第二天依旧坐在老位置 想用同样的方式 吸引美女 甚至故意将素米片的碎屑 转移到了某处 美女转过身后 邪魅一笑 广告到此戛然而止 出现了多乐粹经典的 喀刺声 这拉灯留白的处理 肯定让荧幕前的 你想如飞飞 但是广告并没有 就此结束哦 后续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美女本来想走过去 却被一个胖子 抢占了先机 到这里广告才是真的结束了 简直惊掉你的下巴 而这样一则有趣的广告 却因为内容太过露骨 而被禁播 确实让人有些惊讶 不过这个反转后续设计 也是令人印象相当深刻了 第五名 福斯汽车 很难想象 一部完全没出现 各种擦边情节的 家庭温情汽车广告 竟因车子太安全 而被英国当局下令禁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广告里的主角 在成长过程中 经常因为骑程 或驾驶有轮子的车 而发生意外 而他的父亲 每次也都只能 无奈地去面对 而当儿子开着新世代 Tolo小心先被车载着 他上路时 父亲原本紧张到 以为这次真的没命了 可没想到 Tolo搭载的盲点侦测 与自动刹车系统 竟然能化险为夷 有了这个产品 老父亲终于能放心了 虽然这则广告很受欢迎 但是却被英国 A-C广告标准局 下令进波了 原因就是当局觉得 他鼓励在危险驾驶 英国的广告法规定 不得暗示安全驾驶车辆 或骑程摩托车 是古板或无聊的行为 也不得向消费者 夸大安全配备的好处 而福斯汽车 则发表了一份声明解释 片中车辆并 没有展现出危险驾驶动作 也没有宽恕或纵容危险 竞技 轻率 或不负责任的驾驶行为 广告的目的是 促进安全和负责任的驾驶 并强调车辆先进的安全系统 如何能帮助驾驶员 安全地避开危险 那荧幕前的朋友们看完后 觉得这支影片 到底该不该进呢 第四名 女孩与星星 这则广告可不简单 它虽然被禁播 但却是英国人年度 最爱的圣诞时节广告 与其说是广告 不如说是工艺短片 广告的开头 是一只小星星 闯进了小女孩的房间 它四处攀爬游移 不仅折断了女孩房间里的植物 还把巧克力丢到了地上 小女孩又急又怕 她指着房门口 要小星星离开这个房间 就在小星星离开前 小女孩问她 出现在房间里的原因 镜头接着深入星星的脑海 带领观众到了 某个遥远的棕榈森林 人类的工具 正无情地驶入 推倒一棵又一棵的树 碾过地上原本 欣欣向荣的草木 看到这 我相信聪明的你肯定明白了 这则广告的寓意就是让人保护自然 虽然这则广告有着动人的故事 还向观众传递了正面的观念 但因为拍摄广告的团体 有很明显的政治性质 使得这则广告在电视上被禁播 虽然在电视上看不到了 但它已经在网上带起了热烈的讨论 受关注度 甚至更甚于某些在电视上放送的内容 从一方面来说 或许也算成功达成了目的 第三名小雨伞广告 光看视频的开头 你一定不知道它的广告是什么 后续转折简直是猝不及防 这个比例是广告 讲述了一个父亲带着小孩去超市购物 小孩想买糖果 却被父亲阻止 就这么来回放了几次后 小孩开始大哭大闹 怎么劝说都没用 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甚至还变本加厉 不仅乱扔商品 还在地上耍赖 光是看到这个场景 很多人都已经头大了吧 就在观众共情这位父亲的时候 视频的下方缓缓出现了一行字 这时候观众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一则小雨伞广告 不得不说 这个广告还是做得很成功的 很多人表示自己 看到这个视频后 对小孩子深恶痛绝 再也不想养小孩了 正是因为这则广告 涉嫌灌输教育小朋友 是一件麻烦式这个错误观念 以及鼓吹绝育等问题 而遭到了比利时官方的禁播 荧幕前的朋友们 觉得这个广告创意如何呢 第二名 视力架广告 男人要很闷才够赞 一则西班牙视力架广告 被炮轰恐童 网友愤怒扬言抵制 究竟是怎样的内容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段20秒的广告 由西班牙的一位 同性恋变装皮者 西瓦哈来演出 广告中 留着长发的西瓦哈 向男服务生点了一杯柳橙汁 结果男服务生递了一根 视力架给西瓦哈 西瓦哈吃了一口后 瞬间变成留着胡子的短发男子 连声音都变得低沉起来了 这段广告发布后 因为涉嫌歧视 LGBT群体 遭到了网友的严厉批评 很多人不仅向政府部门 举报了广告的内容 还扬言抵制 视力架的所有产品 看到群众们都不买账 视力架西班牙分公司 马上表示 会立即撤下该广告 并为该广告造成的 任何误解道歉 大家觉得 这个广告内容能否接受呢 第一名 嫩得太夸张 很多人看到那些 保养得很好的女明星时 都会羡慕她们 那光滑紧致的好皮肤 看到那些宣称效果 很好的抗老产品时 更是想直接全部入手 41岁的英国女星 瑞秋怀兹 为欧莱雅代言 抗老润夫双 在写真理 进展青春气息 瑞秋本人就非常优雅 平面广告 更是美得没话说 虽然广告的效果 很吸引人 但还有眼尖读者发现 杂志里刊登的广告 疑似修图修太大 和真人有一定的差距 广告中的瑞秋 皮肤光滑 脸上一点细纹都没有 但是瑞秋本人在现实里 却有余伟文 法令文 两相比较 真的有不小的差距 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 斯文森对此提出了投诉 英国广告标准局 也随即下令禁止 刊登这个广告 其实修图在欧美的 平面广告很常见 平凡女模在化妆打扮 电脑修图修改五官比例 拉大眼睛 立刻麻雀变凤凰 而平凡的男模 在经过修图加宽肩膀 加厚胸肌 立刻变成性感猛男 无所不能的修图 改变影像的世界 但过度仰赖神奇的电脑 也难免引发不识广告的争议 看完以上内容 你觉得哪则被禁播的广告 最有意思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依旧给你带来更多精彩 请不吝点赞好奇妙论区留言订阅 请不吝点赞好奇妙论区留言订阅 请不吝点赞好奇妙论区留言订阅